俄罗斯那个,我们就在那,有没有含韩国的,我们家里有没有? 韩国就是这个8%钱的,尝尝韩国老娘。 这个是韩国的,还有韩国的。 因为俄罗斯咱们都吃。 吃过的就看了别的。 来这个,回回吃这个。 你要一个俄罗斯,要一个韩国的。 要吃饭了,吃两。 没事。 坐这干嘛呢?等着我们呢? 朋友们好,今天是我们沿着东北部边境县自驾的第14天了。 现在我们来到了图门,这里是中、俄、朝三国的边境。 先安排两个冰淇淋,这是俄罗斯的,这是俄罗斯的,这个是朝鲜的。 云多你尝哪个? 我尝这个。 好,妈妈给你拔这个。 好。 这怎么是红宝兰啊,中国产的? 哈哈哈哈。 笑我干啥? 这两个冰淇淋的事啊。 尝一口吧。 咬一口。 嗯,咬一口。 吃这个。 你吃那个啊。 拿住了啊,吃一口吧。 拿好了啊,咬一口,爸爸尝尝。 妈妈。 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吃鸡淋吧。 妈妈。 干杯。 干杯。 来,干杯。 开吃。 嗯,这个挺特别的。 两个冰淇淋,18块。 怎么样,味道老杨? 很好。 走,咱们现在去郭门吧。 我们的雪糕是不是买早了? 在这买雪糕可以免费用它望眼镜看对面的朝鲜。 哈哈哈哈。 这一路过来,我们看到了好多国界碑,但都是中俄的。 今天这块呢是中朝的。 这是第87号国界碑,2009年。 对面就是朝鲜的南洋市。 跟我们河南的南洋同一个名字。 这有两座桥,一个是陆路桥,一个是铁路桥。 听到没有哗啦哗啦声音,就是朝鲜国的火车。 远处那个售票处呢,就卖门票,25块钱。 然后你就可以走到这个陆路桥上去。 据说这个蓝色房顶的就是有钱人家的房子了。 这个灰色的瓦盖房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房子。 这个绿色的是朝鲜的军营。 都到了中朝边境了,理应去吃点朝鲜特色。 什么烤牛肉啊,拌饭啊。 但是咱们昨天打包的菜还没有吃完,本着不浪费的原则。 咱们今天先把昨天打包的俄餐消灭掉。 然后明天到了延吉,再去吃朝鲜做美食。 然后上边找一找,看有没有那个朝鲜的啤酒。 听说那个大同江啊,建了一个,味道都还行。 咱弄两瓶尝一尝。 找到了,18块钱一瓶。 弄两瓶尝一尝。 我和市民中心吧,很大的停车场,海关许对面。 海关许对面。 就那大控场地,新修的那个。 海关许对面,我一会儿找来,你打电话。 行行行,你到路打电话吧。 我好快的速度啊,给你点赞。 咱们是外地的嘛。 停车方便。 感谢,感谢。 你喝过这个啤酒吗? 没有,这个是朝鲜啤酒。 朋友们,干了一整箱朝鲜啤酒。 零买18,还要加配送费。 然后呢,整箱买大概喝到16。 咱们热热菜,然后马上就尝着这个朝鲜啤酒。 将近20块一瓶,也不知道味道咋样。 朋友们,简单单四个菜,开喝。 咱们先看一下配料表。 水麦芽大米,酒精度4.5,麦芽度11。 沫还挺多,等不及了。先干一个。 一杯下肚,没尝出咸蛋。 咱再来一杯。 这杯敬你们。 入口微甜,下肚以后呢,有一丝丝的小苦。 味道还可以,但价格偏高。 这也是妥妥的工业小辣格,怎么就值18块钱一瓶呢? 一瓶下肚了,18块钱没了。 咱来点小配菜。 昨天那个俄,这是昨天打包的俄餐。 先来个俄罗斯酸棍。 嗯,八夜喝了。 来个肉茶。 还得这碗啊。 要说这个啤酒啊,必须配俄罗斯的小酸棍。 这酒制不大,咱再来一个。 第一瓶咱们是畅饮,第二瓶咱就细品了啊。 这就是我的主食。 土豆瓦,昨天点了俩。 我现场吃了一个,我就打包了一个。 孩子不吃,孩子妈吃不惯。 这么好吃的东西,他们咋就不爱吃呢? 。 这里面多好啊。 芝士。 土豆,芝士。 各种果。 嘎嘎一嘎死。 你吃就完了,你吃一个不值得。 朋友们,今天就这么着,视频先录到这儿。 然后明天咱们同图门去研集,再去打卡研集的烤肉啊,热面啥的。 挨个给大伙尝尝咸蛋。 拜拜,喜欢的别忘了给阿林点赞评论。 加转发,耶!